那么由于恩格斯在19世纪末 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了指导 而且培育了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所以他的这些晚年的思想 也对后面的 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如果我们不了解恩格斯 就不可能真正的理解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从这个马德斯的角度来说 恩格斯可以说是我们研究 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 不可跨越的一环 那么作为这个马克思的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这个恩格斯也就是西欧 可以说他们生活的年代 欧洲的这样一个局势 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由自由资本 由于大机器生产的出现 由自由资本过渡到垄断资本 所以这样一个急剧的变化 也造成了他们的思想 从早年到晚年本身的这样一个变化 特别是恩格斯 他早年和马克思经历了一条 不同的哲学创造的道路 我们说马克思可以说算是科班出身的 一开始首先读这个波温大学 然后又转到了这个柏林大学 也是当时真正最好的大学 然后在那里面享受了这个最好的 这样一个哲学教育 所以马克思很善于思辨 他的这个哲学修养非常的好 恩格斯我们看到一个没有毕业的中学生 然后就去经商 然后在那儿了解功能阶级的状况 来研究自学 通过自学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 然后伏兵欲又是清哲学 所以他们两个走的完全不同的道路 是从实际当中 然后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这样一个道路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恩格斯的这样一个哲学贡献 所以我们看一看 他的这个早年的哲学创造 那么从开挂如果把这个恩格斯早年的 这个哲学道路和他的这个哲学创造 做一个开挂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呢 恩格斯的这个早年哲学思想呢 它是有三个特点 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通过费尔巴哈的冷本学 阳气黑格尔的理性哲学 而走向唯乌主义的理性辩证法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特别强调 恩格斯的哲学是理性的 你看我们讲的是从 黑格尔的理性哲学 走向唯乌主义的理性辩证法 所以它不是一个从理性到感性 而是从理性到理性 从唯新主义的理性到唯乌主义的理性 这个理性是恩格斯始终发展的一个哲学的 哲学发展的一个主线 一个主线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说强调这个理性啊 可以说对了解恩格斯的这个哲学思想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嗯 那么这个意义呢 可以说它主要表现在两点上 一个是表现在啊 确定它的哲学的性质上 就是恩格斯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 很多人在批评恩格斯的时候 很多思想家在批评恩格斯的时候 把恩格斯看作是什么 实证哲学 把恩格斯看作是科学实证哲学 而不是一种这个理性哲学 强调它是科学实证的 走的是科学主义道路 和马克斯的批判哲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强调 就是恩格斯的哲学 是一种理性哲学 是一种理性哲学 刚好呢 就是和这个 和这个现在人们所误解的 恩格斯是一种实证科学啊 这一个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呢 不要把这个 在强调马克斯恩格斯哲学差别的时候 不要把恩格斯的哲学的 他的性质给颠倒了 或者说歪曲了 那么这是第一种理解 第二种理解呢 就是理解他的哲学发展道路 他为什么对待菲尔巴哈 在早期和晚期会有不同的态度 和他的这个哲学的 这样一个特点是相联系的 那么我们强调 他是理性的辨证法 也就是说 他是一种理性哲学的根据在什么 根据在什么地方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在早年 他在早年啊 他的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主要是表现在 他在1841年底 到1842年的四月间 写的三篇 批判谢宁启示哲学的论文 这个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论文啊 就是根据他的文本啊 来确定 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 下的这样一个结论 有没有根据 有没有根据 就是说这三篇论文是什么呢 一个是谢灵论黑格尔 一个是谢灵和启示 还有一篇呢 是谢灵基督哲学家 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 这个我们书上把这三篇文章都列出来了 就是说人们通常啊 把这个这三篇论文呢 看作是恩格斯哲学创造的起点 当时恩格斯在这三篇论文当中 从当时黑格尔哲学 风化的事实出发 分析了谢灵启示哲学 和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 尤其是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对立 强调只有站在费尔巴哈人类学的立场上 才能挽救黑格尔哲学的理性精神 那么从这个批判当中呢 他实际上啊 是以批判谢灵的启示哲学为题 然后呢 这个借助费尔巴哈人类学 散发的是黑格尔的理性哲学的内容 就是他的重点是什么 是要把这个黑格尔的理性的内容啊 把它揭示出来 把用他的理性的内容 去对抗黑格尔的神学的内容 他如果说别人是把这个黑格尔的 我们说那个青年黑格尔派啊 他和老年黑格尔派有什么区别呢 老年黑格尔派坚持他的体系 坚持他神学的一面 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呢 他坚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坚持黑格尔的理性的一面 恩格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个 这个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个博士俱乐部 然后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对这个不是简单的讲黑格尔的辩证法 而是把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一个理性哲学 和他的体系作为一个宗教框架的这样一个思想 把它对立起来 把它对立起来 所以他要挽救的是什么呢 是黑格尔的理性哲学 而要消除了的是黑格尔哲学当中的这样一个神学 这样一个神学 那么正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博力 所以就形成了恩格斯哲学研究的一个总体思路 一个总体思路 这就是要通过洋气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 而创造唯物主义的理性哲学 所以他理性始终成了他的一个核心部分 就是他并不想把黑格尔的这个理性辩证法 把它扬弃掉 把它这个抛掉 而是要把它继承下来 他认为这是他们哲学当中 所要继承的 也是这个唯物主义哲学当中 所要强调的这样一个部分 那么正是这样一个这个自私趋向 所以推动这个恩格斯 早年走进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 他走进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 就是要去找到这样一个理性辩证法 它的一个现实基础是什么 同时他要超越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 就是他觉得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 太世俗了 太缺乏理性了 所以他又到后来 他又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 所以在这儿我们通过他的这三篇论文 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 只是抛弃他的唯心主义神学 就是他的唯心主义 他的神学观 而不是抛弃他的理性辩证法 相反的呢 他是要继承和发展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 所以使这个理性辩证法 成为他的哲学当中的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所以这就构成了他的哲学的一个基本性质 基本性质 这是恩格斯的哲学的第一个特点 我们通过他早期的思想分析 可以看到他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从他的哲学 可以说这样一个思想呢 也主导了他的整个哲学的发展道路 就是说他对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态度啊 决定了他对费尔巴哈的态度 正是因为他重视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 所以决定了他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呢 是由他站在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角度啊 这样一个角度的来形成的 这样就形成了他早年和晚年 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不同的态度 不同的态度 在早年呢 恩格斯基本上是从积极的方面理解 马克思的这个哲学人类学 人本学 他把这个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呢 称为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互补方面 认为啊他不是一个对立的 而是一种互补的 强调德国哲学 应该通过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啊 而走向人的自由意志 所以他和马克思联究啊 早期是一样的 都强调这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一个研究 但是到了晚年 到了晚年 特别就是说在他在 就是他在这个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终结当中 他就相反的 更多的是从消极的方面评价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在这个时候啊 他不仅这个不再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当作黑格尔理性哲学的一种补充形式 不是说一个是唯物一个是唯心 他们都是理性哲学 而是强调什么呢 认为费尔巴哈哲学啊 应该是一种批判的对象 一般在讲 所以他脑子强调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走进黑格尔哲学 然后我们再看到费尔巴哈哲学 就和黑格尔的理性辨证法相比啊 是精能的贫乏 是精能的贫乏 所以他苍白武力的 因为他缺少这个理性辨证法 缺少理性辨证法 所以他对这个费尔巴哈哲学呢 可以说基本上持消极的态度 强调费尔巴哈哲学的消极方面 所以他总是啊 在这个两个方面呢 他更多的更高的评价 是对黑格尔的这个维性辨证法的 这样一个评价 认为黑格尔的辨证法里面呢 包括着深刻的现实的内容 现实的内容 比方说他在里面强调啊 就是强调黑格尔的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要实现的啊 强调这个命题啊 有着非常深刻而现实的内容 所以黑格尔相比较之下呢 这个费尔巴哈的思想啊 是空前的贫乏 空前的贫乏 所以这个他只会说 这个善 他说这个比方说 他说这个黑格尔看到 恶是历史的动力 是非常深刻的 而相比之下 这个费尔巴强调 直视强调善 这一个是非常的贫乏的 就是没有发现这个历史发展的 内在动力的问题 那么很多东西啊 就是在各种方面呢 他都是重新评价了 这个黑格尔的这样一个哲学 而看到了这个费尔巴哈 消极哲学的意义 消极哲学意义 而且他还批判费尔巴哈 说这个费尔巴哈 打破了黑格尔的这个哲学体系 简单的把它抛在一旁 他说但是简单的宣布 一种哲学是错误的 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 像对民族精神发展 有过巨大影响的黑格尔这样的伟大创作 是不能用干脆直直不理的方法来消除的 必须从他的本来意义上扬弃他 就是说要批判的消灭他的形式 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 获得的新的内容 那么他早年肯定费尔巴哈哲学呢 是为了从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当中 发掘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积极内容 创造一种新的理性辩证法 而他晚年批评费尔巴哈哲学呢 同样是为了煽民 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哲学的理性精神 而不允许人们从消极的方面 从实证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 他和马克思创立的辩证法 在这个意义上呢 我们说啊 恩格斯实际上是始终保持说 他早年崇尚理性辩证法的自私趋向 自私趋向 也就是他的这个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本质 唯物主义哲学的这个本质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把恩格斯的学说 说真是实证科学的哲学的观点呢 是没有根据的 是没有根据的 你可以探讨 这个他和马克思哲学的差别 但是你想用实证科学和理性哲学 或者批判哲学来区分他和马克思 这一个是不科学的 就是说是缺乏这个文本根据的 文本根据的 这是我们着重要强调的这个第一点 强调恩格斯哲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把这个哲学的批判 与当时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 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 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 这个呢 我们马克思啊 也强调政治学对于德国改造的意义 但是这个思想最开始啊 是恩格斯在早年啊 通过研究政治学和科学 社会主义学说啊提出来的 就是恩格斯在1842年到1843年期间 写了国内危机人真来信 在这样一些文章当中啊 分析了英国功能阶级的状况 和英国法国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 那么对于这些学说呢 这个恩格斯主要是从 唯物主义哲学的这个角度去理解 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者 反对宗教神学是实践的无神认者 他们的学说其实就是唯物主义学说 也就是说他从实践 从行动上啊 来理解什么是唯物主义 什么是唯物主义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者 本身就是唯物主义者 就他们对宗教的斗争来说 本身就是唯物主义者 但是和当时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 恩格斯不同意用改良的方式 而是强调以革命的方式来实现 无产阶级的解放 无产阶级解放 他说只有通过暴力变革 现有的反常关系 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 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 这样恩格斯就以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 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 一方面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创造 另一方面也以社会主义的现实内容 扬弃了黑格尔的思辩辩证法 可以说前面是对这个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 这个门学说的一个改造 那么后面是对黑格尔的诗变变法 也就是说对德国古典哲学的 这样一个改造 那么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改造 他完成了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 对哲学的一个批判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哲学的一个 很重要的内容 成为哲学的一个部分 而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部分 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那么这一个思想 我们可以在这个他在1882年写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在这一篇文章的德文版的第一版序言当中 他就强调 他说科学社会主义本质 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 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的保存着 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 即在德国 维吾主义历史观 即使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 斗争上的特别应用 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 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 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 烟幕在一种无聊的泽中主义的离朝里 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 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 辩证法在现实中已经得到证实 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 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 弗利叶和欧文 而且继承了康德 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这个恩格斯 是强调了这样一个科学社会主义 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 就是这两个部分呢 它是不可分割的 那么恩格斯同样以这样一个态度呢 来对待古典政治经济学 从人类历史规律的 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高度 来批判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 这个思想呢 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学 批判大纲当中 体现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中 在这一篇文章当中呢 一方面它继承了政治经济学 承认了政治学的产生 是商业和工业发展的自然结果 体现了人类历史的进步 另一方面呢 它强调政治经济学 有着巨大的局限性 这就是什么呢 它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 就是它对这个整个私有制啊 没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没有批判的态度 所以呢正是这样 所以它说政治学越往后发展 它就越缺乏批判性 越具有不合理性 具有不合理性 所以呢它就说政治经济学家 离我们的时代越近 那么离城市就越远 为什么呢 它局限在资产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而没有超越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它就说它离我们时代越远 那么时代越进步了 这个政治经济学就越保 就不能够啊 这个为了把经济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呢 所以它就说 认为啊就必然呢 要对政治学进行一种批判 进行批判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恩格斯正是在 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上 就是说超越了政治经济学 超越了古典政治学 走向了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探讨 人类历史规律的探讨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它认为啊 社会主义学说 比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因为这个社会主义学说 和政治学的一个不同呢 政治经济学时 联究现实的政治经济 这个经济学现象的 但是它却没有批判这个私有制 没有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 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批判 也没有这个质疑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学说呢 它虽然是这个没有联究 不是联究经济问题的 但是它却着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 这样一个特别是私有制合理性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质疑 提出了质疑 所以这两个方面呢 可以说 对这个哲学啊 它可以说是一个是负有批判意义的 一个是负有实证意义的 负有实证意义的 所以恩格斯呢 就站在社会主义的这个立场上来反对私有制 看待现在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就看到了未来哲学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样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啊 就成为这个辩证法 就是说唯物主义辩证法 也就是说马克思学说的两个相度 两个批判相度 一个是现实的相度 一个是未来的相度 这个因为批判不合理的这样 现成社会主义对私有制 这个合理性的这个质疑 是使这个哲学走向了未来 它有一个未来相度 那么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呢 使它有一个现实的基础 一个现实的基础 这样从这个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 和科学和这个社会主义学生当中啊 可以说吸收了两个不同的这样一个相度 使他们的这个哲学啊 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这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这样一种思辨性 使它走向了这样一个现实 这样一个现实 当然呢这个恩格斯啊 比这个科学社会主义者 虽然它是以社会主义的态度呢 来超越了政治经济学 但它却比这个社会主义者走得更远 就说它不仅仅是提出了批判私有制的任务 而且进一步把私有制作为哲学批判的对象 通过分析私有制的形成极其内在矛盾 揭示了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 揭示了消灭私有制的必然性 所以他说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 就得前进到自由哲学一样 贸易自由必定一方面造成垄断的恢复 另一方面的造成私有制的浮灭 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的唯一肯定的进步 就是闪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 这种经济学确实包含这些规律 虽然这些规律还没有被闪述为最后的结论 还没有被清楚的表达出来 由此可见 在涉及确定身材结晶的一切地方 就是说在一切严格意义的经济学的争论当中 贸易自由的捍卫者们是正确的 当然这里指的是于支持垄断的人的人争论 而不是于反对私有制能的人争论 因为正如英国社会主义者 早就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证明的那样 反对私有制的人能够从经济的观点 比较正确的解决经济问题 因此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 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 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 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作出结论 在这个地方 马恩格斯就把哲学的批判和社会主义学说 政治经济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把社会主义当作这个哲学 对未来社会的说明 而把正确当作对哲学的现实的这样一个说明 这样它就形成了 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学的时候 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走上创新哲学的这样一个道路 这就形成了 这个它的哲学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这样一个道路 独特的道路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Famous 请按财疗 这是联系 照骂 衣 第一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